畫面中原警拿著一段成兩半的撞球感走回派出所 原來在十二號凌晨十二點多 新北市新店區某處社區 有社區保全和住戶爆發爭執 撞球感瞬間變成攻擊武器 社區保全懷疑有住戶 偷偷向他的主管打小報告 看見證明保全上班時間在警衛室裡睡覺 害得他被主管唸了一頓 因此懷恨在心 沒想到兩人一見到面起口角 保全聽不下去 直接拿撞球感朝住戶攻擊 打到他手臂擦挫傷 在四百多戶的社區裡有住戶反應 動手的保全一上班就睡覺 這下還懷疑住戶當料杯把人打傷 雖然埃打的住戶暫時不提高 但保全恐怕已經丟了飯碗